中華文言延續了這個人戰時期 一直到後人戰時期 它一直都存在一個比較曖昧跟混沌的一個處境 這處境是整個歷史架構所塑造出來的一種性格 這種性格就造成了我們在這個島嶼上面的這些移民好了 民國移民來講就會有一種很奇特的心理狀況 《採用意》這件作品主要談的就是它是一個index 它是一個所以 所以過去我90年代到1920年30年當中 進行過的十幾件的行為觀念藝術作品 包括了藤工大陸行動、本土佔領行動 然後到最近萬歲萬歲了 這裡面談的其實就是一個民國移民 移就是移師的移 失去民國的一個移民出家辟度 在深山裡面修煉然後它在回憶 它過去用這種大歷史的題材去談歷史的回憶進行的一種黑色幽默、黑色喜劇 因為對於我來講 古代文人的每天用的就是毛筆 那我每天用的就是千字筆或者說是原子筆 因此我後來就是發現出了一個新的一種會畫的方式 就是所謂的硬筆山水畫 所以我用新的技術跟新的手法來重新去思考 什麼是現代文人、什麼是國崇家恨、什麼是血緣這種關係 文化就是一直不斷在變異的 沒有永遠不變的文化 只要是江部了 就是已經凍結 不會再成長的都是屬於一項畫的一種文化 所以需要打開它 透過這種比較奇特的方式來塑造我的一種軌距 畫面跟情境